大家好,我是小胖 今天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小组赛第四轮的一个比赛 关掉方式钓鱼到对象方式西纳老街 那这场比赛之前的话 双方都已经输过一场了 这第四轮的比赛 如果双方任何一个福气再输一场比赛 那就不包进十六强了 就近不近就看脸了 谁输了谁看脸 所以对于双方来说 这也算是一场生死战了 但这场比赛 我提前跟大家说的是 最终是打到系统判了 最终是打到系统判了 所以给大家做一下最后十回合 看看八九分钟得了 大家知道个结果就行 那关掉方这边上的是一个国标 大唐加宙师不夺的女儿国标 看了一把鸟阵 那对面上的是一个 宙师加魔王 磐斯加武装 也算是一个比较常规的阵容了 鸟阵打虎阵 也是有一把大客 关掉方女儿村有医疏 情况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关掉方也在赌对面上国标 但是对面没有上 关掉方这边变了一堆的八舌卡片 就像周师不夺这边变了八舌卡 完了地府这边也是变了八舌卡 说白了就是赌对面有地府 但是对面并没有上地府 所以关掉方这两个卡片 最起码是白变了 白变了 刚才也说了 这场比赛最终是打到盼了 大家看看结果就行 前边啾啾节节的打了半天 也没打出个结果了 再输一场的话都挺尴尬的 现在豪门不禁十六强 每年都会发生那么几次 几个指 化生死回口 关掉方武装这边 关掉方牛儿村这边也满血了 再给化生死卡几个大金 基本问题不大了 就腰皮方面 大家可以看到关掉方这边的消耗 已经是非常的大了 比对面大很多 对面是魔王咒师 这两个点的腰皮消耗大一些 其他还好 因为打到将近六十个回合 盘司还有九个腰 这已经很多了 何况人家武装还有十四个呢 药品方面 对面是全面领先的 宝宝方面 更不用说了 对战方比关掉方领先太多了 于老前期也是出过一些地厅 最终是没有得到一个比较好的结果 等到现在五十八回合 化生死再给对面的 咒师不得活一口 那双方基本上又回到了一个第一回合的一个状态 场面上的状态 基本上就跟刚刚起步一样 那关掉方鸟屯宝宝宝方面是已经毕业了 已经没有宝宝可出了 这就是双方现在这么一个情况 预导之前是输给了曲护孔庙 输给了曲护孔庙 中了五魂 因为今天直播的时间比较长 所以这边也有点不太舒服 所以做个短一点的 大家见谅吧 明天淘汰赛肯定还是要继续播一播的 起个踏 化生死活一口 大索王再一拍 射魂 关掉方想压魔王 但是对面魔王 人家起了天地统兽以后 你关掉方小死亡够不着啊 挂不上 你就不好点啥 现在大堂手里的巨剑也都用过了 大堂只有一点零元 没有三点零元的巨剑 打到最后的绝杀时刻 也并没有很大的优势啊 因为一点零元看上去很单薄啊 很单薄 小组赛总共也就打的是一个半小时 啊 这场比赛总共打了66个回合 聘廷在封对面 磐丝 化生死一活 六千四 啊 现在关掉方倒是问题也不大 只不过啊 大家看到这个宝宝情况就是对面 还有冲刺的能力 人家宝宝多呀 但是关掉方现在 宝宝方面前期地厅出的已经不少了 所以关掉方的冲刺能力现在是有点差的 嗯 不太好打 因为你一旦把这个进16强交给的运气 交给的脸的话 那最起码是在结果出来之前 你心里是非常忐忑的 尤其是他们这些豪门 一旦进不了16强 咱说句实话啊 粉丝调侃他们这都是无所谓的 毕竟人家也不会少块肉啊 也不会少吃一顿饭啊 最主要的是他们的工资啊 啊 这跟他们的工资都是挂钩的 变仓海 可能也会影响指挥在这个团队里的一个 地位吧 啊 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影响 关掉方选择小小王点杀对面魔王 哎呦 对战方卡了一个被遇的小四海 给魔王加了一口血 这样对面魔王关掉方点不死了 人家再卡一个被遇的小四海 啊 再给化身死 卡了一堆药 那这波点杀就是失败的 啊 已经失败 就差一点点血 就差一寸 关掉方没有把握住这么一个机会 地府这点陵园啊 没能发挥出效果的 防御权再拉起 对战方进入了一个全面防守的一个状态 关掉方这边其实差不多也应该把指儿立一立了 紧箍咒套一套 现在大概在一个6465回合左右就可以直接换地厅了 哎呦 魔王秒飞两个宝宝 关掉方宝宝本身就不多了 大堂的宝宝的话还剩下最后一个 三千四大死亡再拍 一把延长给过去 这个延长很寂寞啊 两贴三贴 四贴 啊 重视不得去贴了最后一下 那这把点杀也是失败了 啊 所以那把延长你是放延长也好啊 放放这个小嫂也好已经不重要了啊 最终你也没点死嘛啊 你的结果就是没点死 那也就没有任何的意义了 至于你是延长的还是挂小死的也就不重要了 啊罗汉一干 这个时候对战方也是换出了一个地厅 关掉方也换了一个地厅 对面再换 人家直接换了三个 关掉方只有一个啊 不管是单挑还是群殴啊 余岛这边都不占优势 人家三个你一个 战利加上啊 这是这比赛总共打了66个回合啊 所以说 大家看这回合的一个结果吧 使得扔一个 关照万象 冲着关照方大堂来的 先是一个法地厅 对面盘司 也没有宝宝了 把自己的最后一个宝宝也找出来了 长驱先清掉一个 当然对战方的重点还在于这么一个 二号位的地厅 葡萄山去砸了一下 但是人家天地同时保着啊 保着一下 先例 迷传法术无穷大 出道了宝宝身上啊 那就还好 关照万象 这是一个工地厅 对战方给工地厅打的一个先例啊 你是 真的可以 利劈劈不太动 打死亡 最后一下 哎 结束了啊 最终这个比赛是希腊老街 叛赢了啊 那这样的话 于导就很被动了啊 于导这边就很被动了 他只有一个两胜两负 现在第四轮的比赛是两胜两负的一个战绩啊 所以说 任中而道远啊 于导已经进入了一个看脸的间断啊 就看最终能不能叛进十六强了 啊 这没办法啊 比较可惜吧 因为之前遇到曲腐又遇到西炸了 确实都是豪门 没有谁都说是有能包赢谁的 没有的 希望遇到可以取得一个比较好的成绩吧 能进十六强 最起码明天咱还有得做啊 拜拜